你说现在还在展台上 摆F1赛车的这个吸睛度还高吗 我觉得 可能不太高了 但是如果摆一台60年代的F1呢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是一台F1吧 因为它长得跟现在的F1 差得真的太远了 对 其实这个应该是 路特斯那会儿还叫莲花的时候 一款巅峰的一个车型 但那会儿的F1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相比现在车型 真的简陋了非常多 就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车 可能在这个工业美感上 会比现在更强 现在更多可能在空气动力学上的体现 会让人觉得很科幻 但是真的说 机械的美感 我觉得这种古典的老的F1赛车 还是挺好看的 这台 2188万 旁边一台黄色的 主要它的一个小小零头 88万 但两台车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你可以看到它共享了很多 相似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 那比如说 像这个车头的 这两车 两台车都有 侧面的这个线条也相似 甚至到车尾 虽然这台车的车尾 它有个血盆大口 但是其实可以看到两台车 共享了类似的空气动力学通道 那这台车 路特斯的 以外 一个发音很奇怪的一台 纯电的超跑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的 你觉得第一印象怎么样 这台车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 然后我会觉得现场啊 更震撼 更震撼 因为震撼在哪 因为这台车不光是这个外观 它内饰里面的这个设计 真的 看到我起鸡皮疙瘩 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里边的那条竖直的中控 真的是看到我起鸡皮疙瘩 就是特别简洁 然后上面所有的按键 用一种特别像这种 湿花洛西水晶的方式 雕作在上面 而且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它的踏板 你可以伸进去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制动和电门的踏板 也是用了这种类似于 像陨石表面的这种打磨的感觉 以往说蓝波晶晶的内饰 可能会觉得比较酷 比较正的 但我觉得这台车的内饰 它是有一种来自外太空的 这种这种外星 AI飞船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有感觉 我觉得啊 我觉得啊 可能这个大家感受 可能隔着屏幕 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最明显的 还是它的这些空气动力学的 这些各种 而且还有一点 我发现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整个的中控的衡量 这边 材质碳纤维 这个没啥可说的 但大家看到全是空的 全是空的 这台车的偷轻做到了极致 这台车 2000马力 1700多牛尼 一台新能源的新世代超跑 只有1680公斤 这个恐怖 就跟之前的这种 V8的中式超跑 差不多一个重点 但是它的性能 完全是一个hyper卡 然后说到空气动力学 你看这个 其实我可以把头伸进去 这个公众人员肯定要来 我赶我走 这个很恐怖 真的 特别是到后面 这个车后面 两个雪盆大口 雪盆大口 真的非常的未来 非常的感酿 太漂亮了 唯一就是可能说 是不是下面这个 类似于乌登的这些小康 会让它含到红极 哈哈哈